长度约1.2公里的潮州四林绿色隧道 沿途种植498颗小夜懒人 每一步慎收是当地知名景点 不过由于树木与电线交织 台风一来旅造成四林四春三星等三个里 进千户停电 公所也曾发包树木修剪作业 未能解决此情形 因此梅河台电将全电线做集中 实施地下化工程 绿色隧道是潮州一个知名的景点 主要它两侧有将近500颗的懒人数 因为小夜懒人的潜根性 它容易在台风的时候 因为风吹就把它倒掉 因为绿色隧道沿线有很多的电线 高低压电线都有 在周政长上任之后 我们就找台电公司来协商说 能不能有机会把这边的电线给地下化 潮州政工所指出绿色隧道内 约有40只电线杆 供电系统地下化后将不再有电线杆 让隧道更安全且美观也减少可能会带来的危害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因为如果说那些像现在都市发展的话 都会希望电线地下化 因为这样天际线看起来会比较干净 就不会有很多杂乱的电线 整个地下化的话除了让景观更美以外 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公共安全 就是公共危险这样 它有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先挖管 目前就是正在挖管的阶段 那下一个阶段等到挖管完成之后 它整个绿色隧道的道路会再重新铺过一次 会变成全新的道路 那之后它会穿电线 电气工程会再进场 那电气工程进场之后 整个设备完成了之后 它会做转侧的这个动作 就是把电线原本供电系统 在天空中的供电系统 把它移到降到那个地下的供电系统 绿色隧道电感衣橱 及供电系统地下化工程 将分三阶段进行 目前正进行第一阶段挖管买管工程 预计亲密节前夕可完工 接续还有电气设备及转接 电感拔除工程 然而施工期间部分路段将进行封闭 政工所也欲请乡亲 多多体谅施工期间的不便 屏东新闻不一定争执好 采访报道